三生日间托老中心13号是邀请到了画画老师来教长辈绘画 长辈动手画期不一样的图样内容 老师说公托里的长辈对于绘画的天分各有不同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也是英才师教 要让长辈们发挥自己所查 三志区的新装饰名活动中心每天都有托老的课程 今天邀请到画画老师来教长辈们用蜡笔画图 而老师与长辈们互作相对 以一指导下长辈们动手画期不一样的图样内容 而老师说公托里的长辈对于绘画的天分各有不同 因此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也是英才师教 让长辈们发挥自己所查 英才师教 看谁适合画什么我就给他们什么东西 像他我就会 他比较没有那个我就给他色彩 给他让他去玩色彩这样子 这个阿嬷呢 这个阿嬷他有一张圣诞 你一张一张拿给你看 他有一张圣诞红 这个圣诞红 这个 就是让他们去感觉 这个让老人家可以手部运动 可以见到日拓中心里的墙面上挂着长辈们亲自画的作品 每周一次的绘画课程 喜爱画画的老人家总是特别踊跃 而老师说日常课堂上所做的作品都将在明年4月1日在三支名人馆展出 为了要好好展示自己的画作 长辈们更是画得十分卖力 因为兴趣 老人家从画中找到不少生活中没有注意的细节 还有长辈们表示 每周一次上课都很期待 还可以跟着老人伙伴们一起讨论该如何画 怎么样才能更进步 从绘画的过程当中找到满满的成就感 以及疗愈的力量 这也让退休后的饮法生活更加的多彩多姿 这叫廖平和三支采访报道 好 好 好